解決發現的問題並讓機台可以順利運作 一直是3D列印機玩家需要做的事情 嗨,歡迎來到Slow,我是David 再將Marlene韌體更新至2093版後 使用新版本的韌體列印ABS零件一段時間 因為特殊造型加上無支撐的零件 需要開啟風扇冷卻物件,才發現風扇不會轉 剛開始認為,硬是使用的板子所造成的 空券風扇在SKR 1.4版上一直都有人說 使用的MOSFET是很容易損壞的產品 所以建議如果風扇有問題,先進行這部分的更換 來到BTT的GitHub,可以下載到有關SKR 1.4的電路圖與插槽標示圖 首先看電路圖的部分 依照手冊說明,SKR 1.4只提供FAN0作為可控的風扇插槽 其他的風扇插槽皆為常開狀態 在電路圖中,MOS區塊可以看到FAN0與其連接的PL4009N型MOSFET 此PL4009在多數使用者使用後發現容易故障與壽命不長的問題 在搜尋解決辦法時,有不少建議使用AO3400進行替換 在風扇不能用加上SKR 1.4已經停產的情況下 維修會是比較快的方式 將原來的PL4009用電路鐵解下 然後再將新的AO3400裝回 這邊不一定要用AO3400 只要規格相似的,皆可以使用 換上後開始檢查是否有正常連接 將善用電錶轉至電阻發聲模式 一角位與電錶負極連接 找到RN7的第一角位與電錶正極連接 如果在電路上的LED會亮 表示這段有正常連接 接下來測試S角位 圖中S角位是與Ground的連接 直接找到旁邊FAN1的副級 也就是Ground角位 如果連接上後電錶會響 表示有正常連接 最後是G角位 到測試這段要先找到U6元件的第11根角 連接上後如果電錶會響 也表示有正常連接 測試完成後將板子接回機台上 正常開機後嘗試將風扇開啟 如果正常運作表示換裝完成 然而沒轉 第一張SKR1.4就是 因為PL4009出問題 因為要快速銜接 所以當時剪輯購入第二片 現在一起換了新的MOSFET 結果不會轉 這時想到之前更新的韌體 所以回來查是不是韌體的問題 讓原來舊的還在使用2062版本的SKR版換上 會轉 換上新的2093版 不會轉 明顯是韌體的問題 上網一早發現有人提出一樣的問題 2093版本目前在SKR版上會有 弓箭冷卻風扇無法使用的問題 有人測試說開啟由軟體控制的PWM Define Bend Soft PWM 來看看是否能使用 確實這樣的情況下風扇就可以運作了 不過這不算正常現象 之前的版本不需要特別這樣做 80團隊應該會在未來針對這部分修正 現階段風扇可以用 應該會將就使用 新版本有很多UBL相關的更新 未來如果有修正版本 再來更新成新版本 能讓機台繼續運作是最重要的 本頻道目前著重分享FDM 3D鏈機 相關知識推廣與技術交流 有不同看法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